那彩排过之后的话你就开始录制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第39页吧 录制聚集也是这样开发缘 这开发缘已经有了所以不用再开了 录制聚集 那刚已经彩排过了 所以最重要还是你要先熟悉那些动作 然后那些动作熟悉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 整个步骤最好是先把它记下来 那像我们在39页是有 那些 所以我待会会 一二三 四个步骤 那我们第一个先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这个叫枢纽聚集 把它录制 名称给它 那再来的话就把刚刚的动作呢再重复做一遍 枢纽 然后按 确定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 第一步的话就先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它找到了按确定 如果没错的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要 百分比 不过 我是建议刚刚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性别刚刚习惯是先拉列标签再拉值 不过好像这样会产生错误 那所以呢 我们干脆 如果录制会错 不如我们颠倒一下 就是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性别 性别部分拉到值 然后呢 也先把它百分比改一下 再拉列标签 就是 等于是说 把步骤稍微换一下 然后再把那个性别拉到列标签 OK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不要做太复杂了 大概这样步骤 就先把它停下 OK停止 停止录制 那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 聚集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刚刚找到 枢纽聚集按编辑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些需要 变更的 第一个 那我们第一个要改哪些 一样 他第一行一定就是 序值点add add的话 很奇怪 枢纽分析表一定就会放前面 跟其他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理论上我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我不知道你们习惯 我都习惯把 产生的工作表放后面 而不是放前面 所以呢 如果要放后面的话 我早上有讲过 你就是add后面加一行 其实你控格之后 另外顺便讲一下 这个你们预设的字 好像比较小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请建议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你可以把字放大 因为早上我没讲 我发现同学好像那个 字都非常的小 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那你可以把那个字 本来9号字 稍微变动一下 因为我是把它放大到14 只是14 这样看 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还是太小的话 再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放到16的话 会变成说那个 旁边会容纳 不下 比较多的那个文字 所以我的习惯 是干脆这边改成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我大概这边改成14 那你们可以看依据你们的 解析度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希望让 新增那个工作表放在 后面的话 那你可以在 后面空一格 空一格之后呢 其实他会有些提示 他问你说 你要放 before 还是after before的话 是放在 左边 还是右边 所以你先打一个after 把这个 然后后面记得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指的是说 前面是那个参数的名称 后面是跟他讲 参数要给什么 我要跟他讲说 after 冒号等于说 你要在哪一个工作表 的后面 那我们就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我早上讲过 就是shits shits加S 然后呢刮壶 刮壶之后的话第几个 那当然目前看到你 最后那个是第2个啦 那不过 如果又多增加一个 那不就变第3 那这个数字都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去抓他里面有几个 所以再打一个shits 点count count的话这边可以选 然后把它 空白键 后刮壶 这样子 那这样子他就会知道说 我帮你把它放在什么呢 在那个最后那一个的右边 OK就放在最后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底下这边还有哪些地方改的 就是在 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这个是新增 他会自动帮你新增的工作表 再来产生一个private cache 快取啦 因为他目前还没有 放任何东西 那可能需要改的地方就是 table的destination 我早上讲过 这个可能就是跟早上一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去持续点count 早上跟早上那个一样 特别是 这可能就是你在 家的时候 记得那个 不要少东西也不要多东西 这边很麻烦 太长了 你如果只要错一个地方 你要找错误 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要放在 他的哪一个呢 是 最后那个工作表的 一般是range的那个 A3储存格 不过你要放A2 A1 其实都没有关系啦 只是说因为预设词是 习惯放A3 好 那我就把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 某一个固定的 那个工作表名称 那我把它改 改动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 需要变动呢 还有就是他的version 这个version 建议还是先删掉 不然的话 将来你给别人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开 还有default version 这个也把它删掉 那至于 这个画面 有一些可能 一定要删除 要把那个画面截图 放在云端上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另外还有这两行 你把它删掉 因为他 还要在选 某个工作表 可是你现在是工作表2 可是下一次变工作表3 他会不断变动 所以这个也要把它删掉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试试看 所以 理论上的话 我们第一步就是新增到最后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1 这边的话是 帮我什么 新增工作表到最后 所以这个也许你就自己再打一下 再来这个 新增 新增 什么呢 再来 第二个就是 他会新增 一个那个 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 Pivote Cache 其实就是 叫什么呢 叫做那个 枢纽分析的快取 因为你还没有产生 所以 在还没产生之前 他会有一个catch OK 然后再来 真正产生的话 就是这一行 就是 真的帮你产生的 就是在这边 就是 第3个 这个就是真正产生 枢纽分析表 新增 枢纽分析表 然后 再来就是把那个栏位放进来 其他我想 注解 大概就自己写给自己看的 你自己再把它 叙述一下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录的时候 我把它颠倒 我先拖拉什么 拖拉那个 就是他里面要记 他里面要算的 而且把它改成百分比 所以你会发现他会先是值 再来就是列标签 他刚好颠倒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改完了 然后呢 再来我们来试 执行看看 如果执行OK的话 这个把它删掉 所以呢 如果执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他会在什么 在最后 在后面这个帮我产生 所以这边 枢纽聚集 执行一下 看会不会成功呢 OK 成功了 所以理论上 大概就改那些地方 如果你 都改对了 那应该一次就成功 但是我们 要把它怎么样 做成自动化 所谓的自动化 因为 我们 这个地方 性别已经有了 但是问题 性别之外 还有年龄 教育程度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 这个地方 刚刚可以用那个 IndoRate 可以 快速的解决 但是呢 如果在聚集里面 我们怎么样修改 他才有办法 一个一个的 帮我产生 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那个 枢纽分析表 再加上就好 所以刚刚我把重点 再回顾一下 所以 我刚刚改了这个 Apps 就把那个 我修改的部分 把它画下 其他应该不用改了 这个第1个 这个第2个 这个跟上面这个 其实 这个可以这样 把它抓下来的 其实这个 我是把它复制过来 后面只是差别 就多一个点 点那个 Range A3 点Range A3 那其他就是那个 什么Volition 有版本的那些讯息 会把它删掉 这样子 就改完了 好像也没有改其他的 如果你这样 就基本上可以跑 最后可能会需要 还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 Source Data 就是 资料的来源 那我目前是固定 因为刚好 这个工作表名称是 问卷调查 刚好就是这个问卷调查 比较不会变动 如果未来 你这个 问卷调查的这个工作表名称 也会变动 我建议你就 把它改写成 我刚刚 在下午 有讲到的 云端上也有 把它改成什么 Shits 刮符 哪第几个 或者是那个名称 他给他用Range的方式去叙述 我刚讲那种方式是比较活的 这种方式也可以 但是是比较固定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Data Source 来源名称 不会变动的话 那你用这样OK 如果未来这个名称可能变动 或者位置可能变动的话 那你就要写成我刚刚讲那个方法 用那个序值物件表示 我应该可以 理解吧 好大概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没有很多 东西只是说因为 很多同学 也许 第一次接触程式吧 那看到会觉得 光看到就 有点头晕了 那 大概重点就是把这些改 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后面 其实就是在把什么 把那个栏位名称 里面哪些呢 你会发现 会变动的大概就是 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 这个Pivote Field 栏位名称叫性别 然后这个Pivote Field 这个也有个性别 所以如果未来我要产生什么年龄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跟这个 的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换成什么呢 换成那个栏位名称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我就是 跑一个回圈 那个回圈就是 第1个 他先帮我抓 那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哪一栏呢 刚好就抓这个 性别 就是 第2栏的 第1列 第3栏的第1列 第4栏的第1列 如果说我今天 可以动态的去抓到这些 并且把这些资料 喂给那个 刚刚的 那两个地方 他就变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自动化 你可能就是要 一边跑 然后一边去抓栏位名称 然后把他丢到那个里面去 他程式怎么写 这个似乎会 稍微难一点点 那这个答案其实也在 讲义的43页 所以请各位第1个先把刚刚一个可以的话 后面的话呢两个三个应该也都可以 我要改哪些地方 我们待会再来看 大概其实就改会增加一个回圈 4回圈 然后会去抓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并且把名称变动一下 所以123 然后再来就是4 5 6个吧 就是大概6 大概6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第1个先把那个 性别的那个百分比的枢纽先做出来 待会我们是希望 可以把全部的都带出来 然后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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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希望你确定一下执行 所以我这边 只 把刚刚的那个执行的结果删掉 我们来执行 一次看看 执行上面的 网一下 这边出现了 那目前呢 他只会出现一个 但是如果我今天经常性的 假如说我有 其他的蓝位 那蓝的话 从第2蓝到欧蓝的话 好像是 应该是 15的样子 我记得 12 13 14 15 OK 所以总共有14个蓝位 那14个蓝位 假如说每个问卷 我都希望统计出他的百分比 百分比 那所以其实 这边呢 会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1个的话 你可能要先rown一下 rown出来了 OK了 那性别没问题 可以rown 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这边有哪些地方 可能 需要变动的 其实我刚刚试了一下 发现其实就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 就是那个 只要是什么 Pivate Pivate就是 那个枢纽分析的 Field 其实就是蓝 意思就是那个枢纽分析里面的那个蓝 然后面瓜糊它有个名称 叫做 性别 有没有 Pivate Field 性别 所以其实 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 动态的 去变更那个名称的话 他只要跑一次 那我就让他变更 就是换下一个 下一个可能是年龄 那就把 年龄这两个字 塞进 就是 找出来 并且塞到这边 那他就会帮我产生 年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刚好可以符合 哪些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你可以 看到刚好 这个先把它删掉 刚好呢 就是 是在那个 我们每一个蓝的 第一列的位置 那也就是他的位置 刚好是 B1 C1 依次类推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写个回圈 自动抓 上面的名称 并且 塞到那里面去的话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 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所以这边可能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 你也许将来要重复做 重复做的话 你可能就要学会 一个 回圈的叙述 那回圈叙述也没有那么复杂 基本上我们就只要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加一点东西 那首先我的习惯是 先把这一段程式 sub到end sub把它复制一下 2的话呢把它贴到底下 为什么因为 我如果直接 改的话 他原来就不见了 再来把他的sub名称 换一个叫 枢纽自动化 我们就参考那个43页这边 自动化 那就把名称改一下 OK那基本上我要达到枢纽自动化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 请你在那个sub这边按个enter 按个两下 往上一下 然后 我的希望再按个tab 下一 然后呢在 这个枢纽自动化下方呢 你先写一个 for回圈 特别之后 for回圈的话基本上一定是for开头 那给他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是 你要抓第几栏 那第几栏的话追 用追来当那个变数名称 一般习惯用追啦 你如果用别的名称倒也可以 只是习惯上 蓝我都用 那个追 然后第几栏呢 跟他讲说 我的蓝数是从那个第2栏 一直到第15栏 不过我觉得练习不用那么多啦 从第2栏 空一格 到 第几栏呢 第6栏好了 不用那么多 因为 跑太多有时候 太花时间了 那我们 基本上知道 可以跑了 那后面只要把这个数字改成15 他就可以从头跑到尾 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抓什么 抓那个的名称 其实在43页这边也有了 如果你要抓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 的 那个名称 抓到哪里去呢 基本上我抓到 一个变数 叫fd 等于什么呢 哪个工作表跟他讲一下 sheet 可以刮活 跟他讲说 第1个 输入1就好了 当然这里的话 你可以 不输入1的话 你就输入 双引号 问卷调查 OK 然后呢 要抓 抓哪一个工作表呢 特别是后面的话 一到后面 跟他讲 电 那两种写法 你可以用储存格物件 sales 刮活 sales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后面的话 需要带两个资料给他 哪一列 第一列 哪一蓝 追蓝 或刮活 这样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跑第1次的时候 追等于2 那意思就是 2 第2蓝 的第1列 那表示是性别 然后再来的话呢 他这个NAS就下一个 这一的话就变3 那变成说 第3蓝的第1列 那就年龄 第4蓝的第1列 就会成 A10类推啦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 我上面的栏位名称 那再来Enter之后的话 你就把底下这一段程式 把它什么 搬到那个 回圈里面 所以从那个哪里呢 Endersub上面这一行 一直到刚刚这个上面这边 把他移动 拖拉过来 放开 再把这一 这个 我是建议按个Tab 下一阶 也就是说把刚刚这一段 搬到他中间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先抓到 那个性别 那我就把这个性别 塞到哪里呢 我刚刚讲两个地方 这个 所以把这边怎么样 改成FD 有没有 Pipe is Fill的 这个改FD 这样就OK了 他第一次会抓性别 第二次的话呢 会抓年龄 一次类推 这边也改FD 好 改完了 这样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可能比较难的就是 你必须要把这个 缝回圈先打出来 然后呢 并且把刚刚这一段 搬到 那个FD 等于那个 蓄池这个下面 然后并且修改 这边的那个 这个变数 就是那个 Pipe is 的那个变数 OK 这边变数把它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那个 枢纽自动化 的修改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改完之后 看一下 不过这个当然很容易 这个修改过程当中 你只要有一个细节做错 后面应该就 就会有问题 那我在那个 43页这边都有 所以你也至少反正照着key 尽量就是说 那个 这个这个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最后的话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这边的话 把它 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后面 它就自动跑出来了 工作表11 工作表11的话是性别 12的话是年龄 13的话是那个学历 14 好像是什么 职业吧 15的话 就是收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奇怪是工作表 什么变1112 这名称好像怪怪的 虽然说它已经自动化了 可是问题名称没有变更 假如说你那个名称要变更的话 最后呢你可以再加一行 加在那个 哪个地方呢加在这个 新增工作表 Add的这个下方 这个是 帮我新增到最后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改名称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 讲义43页里面也有 其实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Add的下面 再多一行 多什么呢 跟他讲说 我最后的这个工作表 的名称 Shit .com 的名称 就点什么 点Name 你跟他讲 他的名称 叫做什么呢 就叫FD 这样就OK了 就补这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我新增的 而且重新命名 命名的名称呢 就刚好来自这个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意思类推 那最后一样 把它执行一下 搞一下 OK 你会发现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他就分别 帮我只要产生一个 就重新命名 然后并且把资料带过 OK 所以这部分呢请各位 稍微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 第39页的这个部分 改成43页